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 然后咱们刚刚结束了第五章的内容 现在呢要进入咱们第六章的内容了 还没进入呢就看到评论区的同学已经闻风丧胆 这个要落荒而逃不至于 咱们整个证券法律制度 虽然在诸块考试当中属于比较难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科目相比 比如说真的跟会计的什么长头啊 这个财管的管理报表啊等等 这些很难的章节相比呢 其实证券法律制度的还好啊 我觉得大家学证券法的问题呢 核心啊会在于两方面 大家好好听啊 第一方面在于很多的名词你不懂 所以呢呃特别是证券法的前几部分啊 前几节内容会相对细致一些的给大家进行讲解 那这几部分的里面的一些名词 我给大家进行一些解释 其实从前面第五章公司法就开始了啊 有一些控股股东啊 实际控制人啊 股份股票股权啊 这些基本上都给大家做过专专门的 这个名词解释了 这第一个原因 大家很多词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自然很难去记忆和背诵 那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是很多同学啊 重点搞得不清楚 那其实我跟你讲啊 咱们证券法的考试 重点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主要在哪呢 主要在咱们讲义的后半部分 后半部分包括什么呢 你比如说上市公司发行债券 上市公司发行新股 也就是说上市公司股权和债权的两种债融资 还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证券欺诈的法律责任 你比如说虚假陈述啦 内幕交易啦等等这些 还有一个模块 是上市公司的收购和重组 所以基本上都在咱们教材的后面几节当中的内容 那几节希望大家要重点的去理解和把握 前面几节呢 更多是给大家补充一些基础知识 但是我发现很多同学只挑自己会的学 这个学证券法 自己感动自己 哎呀这个什么发行上市的条件背的滚瓜乱熟 什么三年三千万啊 什么一个亿啊等等这些五千万背了一大堆 然后自己总结了一大堆小口诀 不知道从哪弄来的 结果呢我跟你说啊 这些比如什么上市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条件 过去十年一共就考了两分 那所以那些其实性价比很低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找对重点啊 证券法的重点一定在咱们后面几节的内容 那所以这是证券法 大家学习很容易陷入了一个误区 那学习呢普遍有一个规律 大家就一开始学特别带劲啊 学证券法也是前几节 我一定要搞清楚 结果到后面一而衰 这个再而解 这个三而解 所以到最后 这个越来越卸劲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啊 前面几节 更多的是给大家补充基础知识 重点呢 其实在后面几节的内容 那好 所以这是第六章证券法律制度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证券法律制度的考情 毫无疑问 证券法是筑块考试当中考的最高的 那基本上都有20分左右的分值 那有考16分的 有考24分的 那预计82年考18分左右 这是证券法的一个考情 在我们筑块教材整个12章当中 基本上每年都是考分最多的一章 那这是证券法的一种内容 然后怎么考 证券法呢 更侧重于考察主观题 客观题的题数呢 相对比公司法要少一些 那主要通过主观题进行考察 那考的角度 基本上是我刚才说的这么几个角度 比如说 以信息披露为线索 首先考你信息披露的一些规则 然后考虚假陈述 内幕交易等等 证券违法行为的相关规则 我可以跟大家说 你看就这四个字了吗 虚假陈述 这今年必考 这个说百分之百 这个有点这个 这个极端化 极度承诺 是吧 那90%吧 90%得考虚假陈述 为什么呢 首先虚假陈述 另一年考试都是重点 基本上每年主观题都考 这是第一 第二虚假陈述 今年有大篇幅的增加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虚假陈述审判规则 有大篇幅的原理性的解释 和增加 所以这是今年教材 重点变化的内容 可以说这是 今年教材变化最多的 一部分内容 就是虚假陈述 那第三点 我们说一个是历年考试 经常考 第二个 今年教材有实质性变化 第三点 它是实物当中 非常热门的一块内容 你看到上市 这个最近的 金融行业的新闻当中 经常有上市公司 虚假陈述的内容 代表人诉讼 普通代表人诉讼第一案 特别代表人诉讼第一案 这都是跟虚假陈述相关的 所以这个 考察的概率非常大 这是第一条线 所以放在第一位 然后第二条线 以上市公司资本运作为主题 说白了 这公司想要钱 那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它想要钱两条路 一条发股 一条发债 所以还有一些 就是股和债中间的一些金融工具 所以比如说有这个债券的发行 非公开发行股票 一个发债 一个发股 还有基于股和债中间的 优先股了 可转债了 等等这些 这些不同的操作方式 第三个我们考试的条线 以上市公司收购为背景 也就是主要考上市公司 要约收购 协议收购 权益变动披露 这些指示点 18年有一道大题 是基本上全考的这个内容 19年和20年有一道大题 20年和21年有一道大题 考这个可转债相关的内容 是这个条线 然后近几年 基本上都会有一道题 考这个证券欺诈 19年考的是内幕交易 20年和21年考的是虚假陈述 所以基本上这几个方向 就囊括了 咱们正确的把主观题考试的 这个主体的思路 真正考你那些 什么上市条件 首发条件那些真的少之又少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重点 怎么学 首先咱们要承认 这一章的内容 是整个注册会计师 经济法考试当中最多的 然后难度也非常大 而且入门就不容易 主要是距离大家生活比较远 所以如果大家听不懂的 要及时的二刷 前面公司法律制度 已经给大家埋了比较多的伏笔 有助于大家学习这一章的知识 在学习本章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第一节到第五节 这部分要着肿听懂一些概念和联系 在第一遍学习时 不用太纠结细节知识的记忆 要先脱离不知所云的状态 把这些基础概念的搞懂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及时的二刷再去加深你的记忆 从第五节开始逐渐进入深水区 那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理解记忆和做题 特别是在主观题当中又比较多 基本上都集中在这部分进行考察 好 这是关于考试的含义 最后也想跟大家说 咱们考出注册会计师 很多同学是希望到会计师事务所 券商等等这些行业去从业的 这些行业对于本节的知识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我跟你说 你学正确法 你会觉得比较爽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正确法很无聊 你看前面你学合同法 你学公司法 你会发现 法律跟生活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咱们公司法讲了这么多 大家门心自问 你们公司有多少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来做事的 不多吧 是吧 但是我跟你说 证券法规定了 你去查上市公司公告 大部分绝大部分 都是按照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来落地的 你去这个上交所 申交所 聚朝资讯网年金去查吧 上市公司的公告 基本上都是严丝合缝 按照咱们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进行披露的 所以大家学起来会觉得非常的实用 非常的有意义 对大家未来的工作也还是会有帮助的 好 这是证券法律制度的学习 那前沿就跟大家介绍到这 然后咱们进入第一节证券法律制度的概述 好 在学第一节之前 我给大家这个问大家一个问题 基于你们目前的理解 你们觉得发行和上市 这两个词是一个含义吗 发行和上市 也认为是的扣一 不是的扣二 好 大多数同学都知道这两个不是一回事 对吧 好 我们学证券法 大家都知道一个词 叫做IPO 这个在财经新闻当中经常常见 这一公司要上市了 这公司要IPO了 对吧 IPO的全称其实叫什么呢 叫做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这个名字其实也就告诉你了 IPO其实是两个过程 一个是发行 一个是上市 这是两件事 发行本质上什么呢 其实就是公司增发 也就是公司的增资 就是这个意思 无中生有 我们套用卖菜的道理 发行指是啥呢 我把菜种出来 是吧 原来没有菜 我现在种出来菜 原来没有这部分股权 我增发一部分股权 这个是增资 我们说注册资本增加 属于股东大会 特别决意事项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指发行 好 那发行完了 后面一个过程叫做啥呢 叫做上市 上市套用卖菜的例子 就是把种出来的菜 拿到市场上卖 所以公司发行的股份 咱们找一个公开的地方 能够让大家透明的 没有什么成本的去进行交易 这个过程叫做上市 也就是说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去挂牌 这个过程就叫做上市 所以发行和上市 发行是种菜的过程 上市呢 本身就是蔬菜进行交易的 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我大概解释了一下 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觉得发行和上市 这两个过程当中 公司都能够拿到额外的钱吗 是还是不是 不是 公司只有在哪个阶段 能拿到钱呢 只是发行这个阶段 能拿到钱 公司发行 相当于我增发一部分股票 然后把它卖掉 是这样吧 卖掉之后变成钱 变成钱 这个钱是打进公司的账户里来的 发行公司是能拿到额外的钱的 那上市呢 上市是股东们之间买卖股票 我把我的股权卖给你 我卖给西瓜 卖给水沙 卖给小羊 卖给你们 所以上市这个资金的流转 是限于公司股东之间资金的流转 上市这个过程当中 公司并没有额外的资金流入 明白了吧 所以发行和上市 这个是两件事 对 上市是股东们之间去流转钱 比如说你在网上操作 这个什么东方财富 大智慧 你点一下 我买这个多少手 这公司的股票 比如买了5万块钱股票 这5万块钱打给公司吗 不打给公司 打给的是卖方 这个股票的卖方 对吧 所以上市这个过程 本身是没有向公司注入资金的 好 先给大家解释这两个名词 然后咱们进入证券法律制度的概述 那讲证券法律制度的概述 咱们要先讲证券法 证券法适用于哪些类型的证券 我们首先证券法的适用范围 证券法的适用的 它就是区分我们刚才讲的发行环节和交易 两个环节 在上市就是一个交易环节 那以下证券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先股票 债券 存托凭证 无论在发行环节还是交易环节 都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证券法 股 还有债 还有一类比较特别的叫什么呢 叫存托凭证 存托凭证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前两年呢 社会上有一些讨论 这两年存托凭证 没有落地 所以考察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所以教材上就没给大家补充 我在这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 咱们国内特别是很多创业公司 它的主体都搭在境外 是吧 都搭在国外 为啥呢 因为搭在国外 比如说一个开曼的公司 在这个地方 它的融资相对很容易 我可以吸引全世界各地 优秀的资金 来投入到我这家公司当中 所以很多我国的创业公司 会选择把这个主体 一步一步搭到境外去 以这个开曼群岛为主 那好 我这个主体呢 搭出去了 我搭在开曼了 但是现在我想在A股上市 我想在A股上市 怎么办呢 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比如说有我国证券法 监管的问题 有这个汇率的问题 你搭在开曼了 大概率是美元 是你这个公司的计量本位B 是吧 这里边还有很多外汇结算 外汇交易的问题 所以呢 聪明的人们 想出了一个办法 叫做什么呢 叫做存托凭证 我给大家画一下 什么叫存托凭证呢 首先有一个基础证券发行人 其实这个基础证券发行人 指的 大家简单理解 就是注册在开曼的那家公司 开曼群岛的那家公司 这个叫做基础证券发行人 好 这家公司想在A股上市 他需要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首先他找到一个存托人 比如说这个开曼公司 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干啥呢 给这个比如说中国银行 开曼分行 好 这个中国银行啊 在世界各地这个主要城市当中都有分行 是吧 好 开曼公司发行这个以美元计价的股票 给到这个中国银行 人中国银行专业呀 对吧 一个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分支机构 另外的人家处理外汇啊 结算啊 财产保管这些问题都非常专业 所以放心的 把这些发行的基础证券 托付给这个中国银行开曼分行 然后呢 他们内部有一重结算 给到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好 他们内部这开曼分行跟北京分行 中间怎么弄 咱们不用管 反正你就知道 这个中国银行啊 这一回事 都自己人 然后呢 通过这一步就完成了 从境外到境内了 好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可以发行存托凭证 给这个投资人 我们也叫做存托凭证持有人 大体上就是存托凭证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你看存托凭证 它是非常形象的 首先这个人家开曼的公司 把这个股票 他发行的股票 托付给 中间这个存托人 存放在存托人处 然后呢 这个存托人处理外汇啊 处理这个境内外交易啊 非常熟练 所以呢 由他们在境内 发行这个存托凭证 你比如说 他给我 一千万股 好 我就发行一千万份 存托凭证 一对一的 比如咱们约定清楚 这个汇率怎么结算啊 等等这些 我在发行这个存托凭证 给到这个投资人 投资人 他们就是实际的存托凭证持有人 投资人知道 存托凭证后面的企业 当然知道呀 要不然投资人为啥投呢 是吧 买盲盒了呢 肯定是知道的 这些肯定都是信息 都是要清楚的 这个就是一个存托凭证 政法律关系 作为基础证券 再把存托凭证给到实际的投资人 这就是一个咱们存托凭证法律关系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好 那股票 债券和存托凭证 无论在发行环节 还是交易环节 都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那好 第二个我们说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管理产品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咱们考试环节内不涉及 大家只要知道 他们也是在发行和交易环节 都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就可以了 那好 再往下 政府债券和证券投资基金的份额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这个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我们说这两类产品 这两类金融工具 他们只在交易环节适用证券法 那发行环节不适用证券法 那可能说适用啥呢 政府债券适用的是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或者说地方债发行管理办法 他们发行环节适用于其他的法律制度 那证券投资基金赠额也是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所以这两类特殊的产品 他们的发行环节不适用证券法 但是上市交易环节 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 那考试呢 也就是比较简单的 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的考察 那这都是干嘛用的 这个考试会涉及到的 我会给你讲 还不涉及到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课下自己去看一看 咱们就不占用课上的时间了 那教材认为 在我国 股 债 以及存托凭证 是最主要的证券形式 那本章呢 重点介绍 股和债 这两种最典型的证券 并介绍一些特殊的 介于股和债中间的 这种投资工具 融资工具 比如说优先股和可转债 他们兼具股的性质和债的性质 这些呢会专门 分章节给大家进行介绍 那 好 看一下咱们考试怎么考的 这就是新鲜的2021年的多选题 根据证券法律制度规定 以下证券当中 其发行和交易都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 那就排除政府债券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就可以了 那所以这道题应当选的是啥 ABCD吧 对吧 这没有政府债券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所以ABCD都是在发行环节和交易环节 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好 这是证券法的适用范围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然后咱们介绍一下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结构 我国证券市场的结构 分为以下 这个几个层次 首先交易所 然后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 还有区域性股权市场 这些名词可能比较长 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一版二版三版新三版 老三版还有四版 这些啊 你看为啥 有同学说 这为啥叫新三版 这名词怎么来的呢 呃 在过往哈 咱们股民当中有一些这种叫法 那首先证券交易所 以前呢是上交所和深交所 现在呢 还有一个北交所 从前哈 这个主板 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主板 咱们叫一版 那然后这个科创版 创业版 咱们叫二版 嘿 以前是这么叫的 然后呢 在2000年初 呃 应该是2003年 还是2006年啊 反正2000年初那段时间 呃 专门给这个退市的公司啊 设立了一个板块 那给这个退市的公司 叫做股权代办转让系统 当时在北京设立这么一个板块 解决退市公司的交易问题 那所以呢 那个板块哈 当时叫老三版 哎 后来这老三版逐渐逐渐发展 呃 不能解决眼下的问题 特别是哈 我们会发现很多中小企业上市困难 无论是主板还是创业板 科创板等等 这些上也都很困难 所以呢 咱们设立了一个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 哎 为了区别于这个 发承接退市公司的 这个老三版 咱们可以起了一个另外的名字 就叫做新三版 哎 这就是新三版的来源 原来有个老三版 现在呢 又有个新三版 那 然后最后我们说四版呢 就是指区域性的这个股权市场 啊 那我同学就会问了 你为啥又有一版 二版 三版 四版 这干啥呢 弄这么多 我们说啊 你这个不同的版 你这个 比如说主板 创业板 科创板 新三版 到区域性股权市场 这些依次哈 这个整个的交易 是越来越容易的 从四到一 这个交易是越来越容易的 主板的股票 流动性就非常好 科创板 创业板 也不错 但是到新三版 就差一些了 区域性股权市场 就更差一些了 哎 为啥呢 因为啊 咱们上交所 深交所 主板 审核的很严格 那所以能在这儿 上市的公司 咱们默认 都是还不错的公司 所以咱们全国人民 可以放心买 对 科创板 创业板的公司 也不错 哎 那全国人民 可以放心买 好 到了新三版 我们大家后面会讲啊 新三版 通常情况下 只限于 比较专业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都限于比较专业的了 这个资产规模 到一定数量了 因为啊 这新三版的公司 质量就比较 鱼龙混杂了 有好的有坏的 你一般人啊 投资就套进去了 所以咱们要求 比较高水平的投资者 才能参与新三版的投资 那区域性股权市场 基本上啊 都是这个地方政府 国有股权的这个交易 相对来说 更内部性更强一些 对公众的这个属性 要更差一些 所以这是 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版 好 有的时候拉倒吧 怎么能放心 这个咱们原则上 好 那另外呢 再提示一下大家 那今年呢 我们教材有新增的这么一个点 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呢 是2021年的9月3号注册成立的 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中国第一家公司制的证券交易所 受中国证监会的监督管理 这个学历上啊 证券交易所呢 有公司制和会员制 两大类型 在我国呢 深交所和上交所 都是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 那北交所呢 是公司制的证券交易所 从原理上来说啊 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呢 就是一些大的这个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们 共同构成会员 然后呢 他们来决策这个交易所的事项 这是会员制的 那公司制呢 它就符合咱们公司法 公司内部治理的规定 所以公司制的证券交易所啊 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盈利性质 另外呢 内部治理相对来说比较规范 那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认为啊 它盈利性质呢 会弱一些 但是内部治理的 没有公司制清晰 这些我为什么说是学理上呢 因为我国啊 无论是上交所 深交所 还是北交所 它的行政色彩 都还是比较浓厚的 监管都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虽然它有不同制度的划分 但是整体上 不会体现出特别大的区别 比如说交易费率会不会更高啊 等等这些 不会体现出特别大的区别 那公司制哈 其实代表着相对来说 比较先进的一种交易所形式 那世界上比较知名的 比如说香港证券交易所 那也是采用的 这个公司制的组织形式 大家感兴趣 你可以看一下 香港证券交易所 这家公司 本身就是在香港证券交易所 挂牌的一家上市公司 是这样的哈 对 它本身这个交易所 本身这家公司 它就是个上市公司 这也挺有意思的 当然这个理论界有一些争议哈 对自己刮自己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港交所的市值啊 就体现的通分体现 这个大盘的涨跌 按这股票交易的多少 所以这也是香港 你就朝港股 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 好 这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它是一个公司制的证券交易所 然后北京证券交易所 适用的证券发行制度 叫做注册制 我们说与注册制对应的呢 叫做核准制 注册制和核准制 这个我们后面会专门给大家去进行介绍 我在这先按下不说 那咱们大家先了解 北交所适用的是注册制 那注册制呢 也是我们目前比较先进的一种证券发行的制度 那北交所自然新设立的也采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制度 叫做注册制 那公开发行申报 北交所审核并经证监会注册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公司 依法履行证券法规定的注册程序 可以向不特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那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规定 咱们后面会一个一个讲 那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特点 哎你看前面有一个词 叫做啥呢 可以向不特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哎 有些人说什么叫做不特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那其实啊 这个不特定和公开相对来说 它含义是比较接近的 哎 你比如说什么叫做不特定对象呢 比如说我打个广告 哎 我发个招股说明书 或者我打个广告 这个东西啊 来买的人不是我指定的 哎 比如说咱们打个广告 哎 打个这个纸巾的广告吧 我打完这个广告 好 我这个淘宝店下单的用户 你认识吗 你不认识 对吧 这个其实叫一个公开的出售 谁来买都行 哎 那这个是指定的人吗 不是 所以这个叫做不特定的公开发行 那只不过我刚才举的例子是买纸巾 现在呢 我是卖股票 这是一模一样的 哎 这个叫做不特定的公开发行 哎 那与之对应的 哎 你比如说协议转让 我跟哎 这个这个同学叫这个海棠同学 哎 我跟你定好了 我就卖给你五万股 那这种情况下 你看我就指定的向他一个人发行 对吧 这种叫做定向发行 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发行 与之对应的就是向不特定对象的公开发行 那这是这两者的区别 那另外北交所呢 他目前适用于向合格投资者发行股票 那北交所他目前这个市场交易的范围啊 没有上交所深交所那么广 那不是所有人都能投资 只是符合一定资格的合格投资者才能够投资 哎 所以那其实就是咱们画了一条线 哎 比如说你净资产拿到多少 哎 你这公司的资产拿到多少 可以参与咱们北交所的投资 好这条线以上你是谁 我在所不问 哎 这条线以上的谁都可以 所以这个叫做向不特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那 好 这是北交所适用的证券发行制度 呃 北交所的特点 首先发行人的范围有限制 那存量发行人为全国股转系统原精选层挂牌的公司 新增发行人应当是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 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发行人 那什么叫做发行人 发行人这个词在证券法律制度里边就是指准备上市准备发行的这家公司 哎 就是指那上市公司 哎 就叫做发行人 所以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名词 那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要么你是原来股转系统精选层挂牌的公司 我们说原来啊北交所设立之前就类似上交所有主板科创板 深交所有主板创业板 北交所呢原来分几个层叫做精选层 创新层和基础层 原来分这几个层也是比如规模大一点的业务好一点的 在这个精选层中间的在创新层啊 比较小的公司在基础层原来是这样的 也是分不同的层 那但是现在呢这个精选层的挂牌公司已经全部转为北交所的第一批上市公司了 所以精选层的全都转过去了 所以存量的就是原精选层的公司 那增量的未来还想在北交所上市挂牌的公司 那得是在创新层连续挂牌满12月的公司才可以 那对 有人说什么是挂牌 这个咱们后面也会讲啊 咱们第九节非上市公众公司会给大家进行介绍那好呃 这个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特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投资者范围有法定限制 发行人仅得向不特定的合格投资者进行公开发行 这我刚才说过了就不再多说了 那好第三个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证券交易限制 这一部分呢相对来说考察的概率很低 而且呢过去这么多年就考了一次 就是去年考了一次 预计呢今年考察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所以大家自己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在课上呢就不给大家做介绍了 那好咱们进入后面 呃235页中间证券市场监督管理体制 那证券市场监督管理体制 就是说啊咱们国家证券市场这么大这么大盘子 谁来管呢 目前国务院授权中国证监会负责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那中国证监会这个在证券行业从业的同学 可以说是应该对这个机构 呃这个爱恨交织啊 这个证监会啊 在北京那个办公楼 证监会所在那办公楼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北京单位租金最贵的一个办公楼 我记得应该跟证监会租在一个楼里的 应该是一个证券公司花了大价钱 跟证监会租在一个楼里啊 嗯 对这个是证监会 那除了证监会之外呢 也有一些行业资律管理的协会 比如说中国证券业协会 那然后呢 还有证券交易场所 比如说上交所 深交所 北交所 和全国股转系统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证券服务机构 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 等中介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 好 呃 这是证券市场监督管理体制 简单了解就可以 也没考过 重点来了 咱们第四部分 投资者保护制度 嗯 投资者保护制度 这个是咱们今年啊 呃 考试当中 重点当中的重点 首先啊 投资者保护啥意思呢 我国 这能说吗 也能说 我国证券市场 呃 这么多年 一直被股民所诟病 说啥呢 割韭菜 对吧 维权难 对吧 这个相信大家 这个 你自己去打听 也都是这个结果 是这样吧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从2019年新的证券法开始 确立了一个风向 我们要对投资者去进行保护 我们要解决这个市场上不好的印象 我们要改变大家的这些偏见 是这样吧 所以我们在逐步的完善投资者的保护制度 哎 这个是啊 投资者保护制度一个大的呃背景和一个大的含义 那好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投资者保护 我们怎么防止大家被割韭菜呢 有以下具体的展开方式 这是咱们重点啊 大家好好听 第一个 我们说叫做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啥意思呢 哎 哎 你现在啊 如果你去正确公司开户 你得看看 他得让你填一大堆问卷 是不是 哎 有没有填过的 然后给你填一大堆问卷 然后给你做一大堆什么风险测评 哎 是这样吧 对 还得录像 对吧 哎 是这样的 所以 呃 为啥他们要让你填这么一大堆东西 然后还得录像 还得当面拿那稿 哎 问你 哎 崔先生 你了解什么什么 这个什么风险吗 为啥这样的 他为了给你划分层级 哎 为了把你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哎 划分完层级之后 我就可以给你推荐产品 普通投资者 我给你推荐一点风险低的 然后 专业投资者 我给你推荐一点风险高的 哎 有同学说是贴标签 就是这意思 哎 对 我给大家 给你们贴上不同的标签 给股民们贴上不同的标签 哎 那依据什么来判断 谁普通 谁专业呢 根据比如说财产状况了 然后金融资产状况了 投资知识和经验啊 专业能力等等这些 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去年考试考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题 这个根据证券法律制度规定 应该将投资者区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区分二者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有 这就是刚才讲的 ABCD都应该选 这考的是比较简单的 财产状况 金融资产状况 投资知识和经验 还有专业能力 这都考虑 那我们为啥要把这个人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有啥作用 来看 以下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证券公司的适当性义务 投资者在购买证券或者接受服务时 应当按照证券公司明示的要求提供财产状况等真实信息 好 如果你到那跟人说 这个 这个人问你 崔先生 你们家净资产多少 你这个月收入多少 你这个 能接受的 这个投资的损失比例是多少 结果你说 这是我个人经历 我不搭理你 好 证券公司此时应该怎么办 根据规定 拒绝向其销售证券提供服务 所以人给你轰出来 不卖给你 这是应该的 为啥呢 咱们就是为了防止证券公司给你瞎推产品 为了保护你才制定这么个制度 区分你是专业的还是普通的 结果呢 你还不配合 那证券公司只能不给你推产品了 因为他给你瞎推 他就违规了 所以他应该拒绝向其销售证券提供服务 然后证券公司如果违反上述规定 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那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你比如说 没这个提醒人家注意 没考察他的投资者的这个专业 还是普通 没做这个区分给他推荐产品 那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具体怎么承担 这个咱们不用考 不会考 大家不用掌握 好 第二点叫做举证责任倒置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 普通投资者如果与证券公司发生纠纷的 证券公司应当证明其行为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不存在误导和欺诈等情形 证券公司不能证明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来这条啥意思啊 你比如说 我这个买了股票 我到了一个A证券公司 我去开了个户 然后呢在这买股票 买着买着赔了 我就不乐意了 我肯定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啊 对吧 都是你们这些证券公司的问题 你们这些客户经理的问题 还给我瞎推产品 是吧 我这个风险能力这么差 你给我推股票 是吧 我承受不了这个责任 好 我去跟证券公司掰扯了 我说我这损失啊 都是你们这个倒霉的证券公司 给我造成了 你给我赔吧 好 这个时候 通常情况下 我要去告证券公司 给我赔偿损失 应当我举证吧 对吧 我来举证 他们有问题啊 他们给我瞎推产品 是吧 没有按照我的风险承受能力 给我推荐产品 但是我们法律规定 有一个举证责任倒置 如果我是个小白 我是个普通投资者 我跟证券公司发生纠纷了 证券公司应当他自己来举证 证券公司要自证清白才可以 要证明 你看咱们这有视频 我为啥录视频呢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是吧 占我那么多服务器 占我那么多内存 来视频咱导出来 你看崔先生 是不是当时我给你念过吧 这个相关的亏损比例可能在多少 是吧 这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市场风险 商业风险 我都给你念过吧 崔先生 当时你这个左耳进右耳出 是吧 现在视频拿出来了 好 我可以自证清白 如果证券公司能够自证清白的 他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他自证不了的 那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个是举证责任的倒置 这是针对普通投资者的保护 为什么这么设置 那跟你说 普通投资者本来就是小白 那你想比如咱们身边 咱爸咱妈 是吧 你让他们好家伙 告证券公司还举证 是吧 举证证券公司有什么操作违规 他们哪懂呀 是吧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 举证太困难了 所以法律给他们保护 投资者的保护 让证券公司来自证清白 那如果是专业投资者 那就正常的谁主张 谁举证就可以了 那好 这是区分普通投资者 和专业投资者的目的 来第二个 投资者保护机构 这是我国新证券法实施之后 明确的这么一类机构的类型 叫做投资者保护机构 我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主要在代理权征集 证券纠纷调解 证券支持诉讼 股东派生诉讼 代表人诉讼 等方面履行相应的 投资者保护职能 一脸懵是吧 都是啥意思 别着急 咱们一个一个讲 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一般是中正 中小投资者 服务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简单来说 就叫投福 投福中心 这个机构 希望如果咱们有炒股的同学 你要有一定的认知 这个机构 确实是能够帮助到咱们股民的 这怎么说出来真香了 什么了 没看见 这评论区又不知道大家在说啥 我接着说 投福中心 那一定要注意 你真的发生了 因为上市公司 比如说虚假承诺了 损害你 这个虚假陈述了 内部交易了 损害你利益的情形 真的是可以找到投福中心的 咱们会一点一点讲 投福中心都能干嘛 上交所 深交所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中国正登 还有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等等这些 都是投福中心 他们的股东 还是这些大的交易所 共同出资设立的一个投福中心 那这个投福中心具体能干嘛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叫做代理权征集 好 在这儿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案例 咱们前面 讲公司法律制度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 有一个制度叫做 表决权征集制度 还记得吗 表决权征集制度 那代理权征集 本质上跟表决权征集 其实是一个含义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规定呢 2019年的证券法当中 明确规定 投资者保护机构 可以作为征集人 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 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提案权 表决权等等股东权利 好 咱们来看一个案例 这大家能看到吧 这字能看清吗 能看清啊 我这挺清楚的 来 这个 这家公司叫做 中国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那 中国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 证券代码 0000009 是我国非常非常早 就上市的一家 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保安这家公司呢 曾经作为这个投服务中心表决权征集第一案 文明于世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的名称叫做中国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 中正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这就是咱们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吧 投服中心 公开征集投票权的报告书 也就是说 这个投服中心现在来征集投票权了 要在中国保安的股东大会上大显身手了 为啥呢 啥事 这个惊动了投服中心 要来参与他的股东大会的表决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先来看一下 这个下面的规定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等规定 投服中心作为中国证监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决定作为征集人 你于公司2021年6月3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的第十项提案 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表决权 好 你看 能看到咱们上一章讲的知识点吧 2021年6月30日召开2020年的年度股东大会 上市公司应当于上亿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内 举行年度股东大会 对吧 你看他卡最后一天6月30号举行 好 没问题 再往下看 投服中心作为征集人 紧对公司拟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审议事项 征集股东委托投票权而制作本签署报告书 来 你看 我们刚才讲了上市公司的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持有1%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以及投资者保护机构 可以进行表决权征集 也就是这里讲的代理权征集 那征集人呢还应当披露这个征集文件 上市公司要配合 这就是一个征集文件嘛 对吧 他征集机构投服中心披露了 上市公司也配合他披露了 好 再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征集人基本情况 对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及理由 那征集人就是中正中小投资者投服中心 不再多说了 往下看 嗯 这里征集人的表决理由 我选中了这个 中国保安啊 现行的公司章程当中 设置了一些不恰当的条款 哎 比如说 这个公司 中国保安 这个公司章程里边 当时规定一个啥呢 如果公司被并购 接管后 解除任期内的董监高 需要支付高额的经济补偿 哎 你看他具体的规定是啥啊 嗯 这里 中国保安公司章程当中 第十条做了一个规定 当公司被并购接管 在公司董事监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任期未届满前 如果需要终止或解除职务 必须得到本人的认可 且公司需一次性支付 其相当于年薪及福利待遇总和十倍以上的经济补偿 好家伙 这公司董监高疯了 是吧 这个在公司章程里规定 一旦这公司被并购接管 想把我踢出去 并购之后 这个一山不容二虎嘛 对吧 那别人就得进来呀 你想把我踢走 好 给我十倍的年薪级福利 是吧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给你十倍的薪酬和福利 对于公司来说 净利润会有极大的损害 是吧 肥了你们这些董监高 但是损害了咱们中小股民的利益 是这样吧 这个比较夸张吧 所以咱们投股机构为啥坐不住了呢 确实是不是损害中小股民的利益呀 所以投股机构想干啥呢 想在这次公司开股东大会的时候 把这条给改了 好 那我问你 修改公司章程 首先是什么事项 是不是股东大会的特别决意事项 对吧 所以你看 为啥要在开股东大会之前 征集投票权 征集投票权啥意思 我是投股中心 我说兄弟姐妹们 咱们这个中国保安的广大股民朋友们 大家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这个公司章程里有这么夸张的条款 咱们得站起来 把这个条款给他修改了 给他改正常了 咱们争取联合起来 在股东大会上一个好的表现 要达到多少的赞成票才可以呢 三分之二以上才可以吧 对吧 才能够把这个公司内部的这个宪法 公司章程给他改了 所以好 站起来征集表决权 就这个意思 那好 这是表决权征集的理由 我们再往下看 嗯 好 这个会议审议的事项 一共是这十项 其中呢 我跟你说哈 这个第十项啊 原来这个公司董事会准备的这个股东大会的议案当中不存在 这个第十项哪来的呢 底下告诉你了 提案时是股东韶官高创提请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 具体内容 详见相关公告 哎 首先来告诉我 临时提案权需要持股百分之多少以上才享有 临时提案权是不是持股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才享有临时提案权 对吧 他当时是这家中国保安这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多少呢 持股百分之十三左右 十三点多 截至2021年的六月份 持股百分之十三点多 所以超过百分之三吧 是不是想有临时提案权 想有 所以人家临时提了一个提案 振臂高呼说 兄弟姐妹们咱们把这条给改了 哎 提出来了 好 提出来了 要看符不符合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 百分之三 哎 够了 然后提出的时间呢 我们来看 临时提案在六月十一号提出 那距离六月三十号召开股东大会超过了十天吧 应当是在开会前十天以前提出 所以时间也是符合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 符合关于临时提案的规定 所以流程上没毛病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 就得在咱们股东大会当中来进行表决 韶官高创是个公司的名字 不是人名 这个同学叫傻白甜 好 这是第十个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怎么来临时提案提来的 好了 那这个案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你知道这个提案是怎么来的 大股东提议 哎 要这个开股东大会的时候表决这个事项 哎 然后呢 投福中心站出来 号召广大股民跟投福中心站在一起 跟正义站在一起 在这个事项上投赞成票 你看 投福中心他的意见是要同意这一事项的修改 公司章程的修改 哎 号召广大股民投赞成票 最终这个事怎么处理的呢 来 通过股东大会投票 最终投福中心支持的这个该议案赞成比例达到74.15% 那超过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你看有同意问 为什么第一大股东还不能改 第一大股东上市公司股东只持股13% 但是需要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哎 最终通过表决征集 征集到了74.15%的股东的同意 该议案通过 把这个十倍的补偿金这张成里这条给改了 哎 这是我国投资者保护机构公开征集投票权的第一案 可以说在我国金融的历史上 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意义 嗯 好 这就是通过一个案例哈 大家能够感受到哈 咱们证券法当中的规定 虽然比较晦涩比较复杂 但是呢 非常非常的生动 我们的商业竞争当中 商业社会当中 每天可以说都有上市公司 这个进行各种各样的精彩的戏码 依据都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那 好 呃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理权征集 具体的规定 那大体上我们刚才这个故事讲完了哈 来回到书本来看一看具体的规定 首先征集的主体 哎 我们刚才讲了 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征集 还有谁能征集呢 董事会可以征集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 1%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可以征集 哎 这是表决权征集的主体 那征集的方式 是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权利 那具体来说征集人应当披露征集文件上市公司应当予以配合咱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文件就是一个表决权征集代理权征集的文件 那好第二个这一点我们前面讲过我问你这个表决权的征集能够有偿吗那绝对不能啊 如果有偿的变成啥的变成汇选了变成贿赂了变成贿赂了变成买票了那不行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公开征集股东权利那一定是无偿的那好 这就是关于呃代理权征集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后面我们进入第二点叫做证券纠纷的调解啊 证券纠纷的调解投资者与发行人证券公司发生纠纷的双方可以向投资者保护机构申请调解 首先啊我说调解是啥意思呢其实就是你家这个你作为股民你买了上市公司的股票 好这公司啊你觉得有问题一定是这公司有虚假陈述有内幕交易害我亏了钱 那好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告他你作为一个股民咱们作为一个普通普通的韭菜啊 行单影只啊能力有限啊你告他你去这个民事诉讼吧弄个两年弄个一年是吧你最后呢你自己的损失也没有多少你换不了多少钱 所以有另外一条路叫做申请调解哎我可以不公了我私了哎就这个意思哎其实大家简单的理解就是私了哎好你正常情况下啊你投资亏了钱你去这个征券公司闹哎给你开户这个公司闹你觉得人能搭理你吗不搭理你吧是吧是哪来的神经病轰出去是吧但是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可以到投资中心的哎这个派出机构每个地方每个省基本上都有啊 你可以到那边去申请调解如果你是普通投资者你与证券公司发生证券纠纷业务你提出请求的证券公司不得拒绝他必须来跟你来做来谈哎就这个意思明白吧哎这个就是对咱们投资者的保护呀如果你是普通投资者哎你本身没有啥能力你起诉我太费劲了 你也没有那个资源请不起律师啊好你可以申请调解如果你到这个投资者保护机构的分支机构去申请证券公司必须得派过来人过来跟你谈当然人家谈完人家也不一定要赔偿这个损失你得看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如果他真的有过错那有可能哎给他吓坏了是吧然后你们坐下来可能给你赔点钱资料就完了哎这个就是调解的过程如果人家当然没有过错的话人家也不可能赔给你钱 只不过他不能拒绝来跟你谈必须得坐下来谈谈的结果怎么样那就看事实为准那 投资者投资中心在你家旁边啊这不错方便了这是证券纠纷的调节第三个咱们来看一下股东派生诉讼股东派生诉讼呢其实的大体上的规则啊就是咱们上节课啊公司法律注当中讲的股东代表诉讼 哎基本上就是你看适用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那发行人的董监高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给公司造成损失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是不是跟股东代表诉讼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对吧都是公司的损失而不是股东个人损失对吧 都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如何规定呢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原告那其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不受公司法规定的限制啥意思我们股东代表诉讼在股份有限公司当中谁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还记得吗谁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哎这大部分是180天加1%是吧单独合计连续180天持股1%以上的股份公司股东可以提出股东代表诉讼 哎这是正常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哎那同样发生了公司利益受损的情形 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干啥呢他也可以搞他可以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其实原理跟股东代表诉讼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的情形公司利益受损 而且他不受公司法规定的180天和1%的限制 哎这就是股东派生诉讼他的一个含义 但是我跟你说啊考试最常见的一个坑是啥 有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所以考试里这投资者保护机构根本没有持这个公司该上市公司股份的 可不可以提出股东派生诉讼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还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必须持股 但不受 180加1%的限制 哎就这个意思 另外投资者保护机构也可以为公司的利益 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股身上买点就行了 是这样的 好 最后呢咱们来看一下先行赔付这个制度 发行人如果因欺诈发行 虚假陈述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相关的证券公司 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 就赔偿事宜与受到损失的投资者 达成协议予以先行赔付 先行赔付后可以依法向发行人 以及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先行赔付制度 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制度呢 还是因为那个原因 咱们作为每个人都是一根普普通通的韭菜 对吧 让你去告上市公司 你告的有吗 对吧 你愿意吗 这个时间很长 举证非常困难 是这样吧 咱们本身不是这个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 人上市公司一大堆什么什么董秘啊 这个投资部啊 等等啊 这个相关的部门 人家很专业 咱们股民的本身就不专业 而且本身如果走进民事诉讼程序 周期又很长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针对一些行为特别恶劣的上市公司 比如他欺诈发行了 这个有重大的违法行为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一般啊 是由这个相关的证券公司设立一个基金 就这个事儿一旦坐实了 你比如说证监会都罚钱了 罚了这个公司 这个几十万 几百万 证监会这个事儿都罚钱了 那这个性质就已经定了吧 对吧 一旦定性之后 大概率得给股民赔钱吧 好 但是等这个司法程序走完 民事诉讼走完 这定下来赔多少 红丸菜都凉了 是吧 这股民的钱要等很长时间 所以呢 往往是由证券公司牵头 成立一个基金 先赔给你一部分 予以先行进行赔付 先行赔付之后 那同学说证券公司不亏了吗 他可以向其他连带责任人 去进行追偿 比如说像发行人 上市公司 或者是比如证券服务机构 会议事务所 旅行事务所 再去进行追偿 那我国啊 有过几个这么先行赔付的案例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搜一下 有一家公司叫心态电器 当时呢就是由信业证券 成立了一个先行赔付的基金 给股民进行了一部分的先行赔付 然后再陆陆续续的走这个民事诉讼程序 确定到底给股民赔多少钱 那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 好 这是咱们第六章第一节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投资者保护制度 这里边的代理权征集啊 股东派生诉讼啊 等等可考性还是非常强的 而且很适合在主关题当中进行考察 大家呢要予以重视和予以注意 好吧 那整个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上到这儿 首先辛苦小丝瓜 把咱们的课程评价弹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给我的课程去达达分 感谢大家今天的坚持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还会跟大家见面 继续给大家介绍咱们证券法律制度当中的内容 好吧 今天呢 这个寄语啊 就给大家写一个内容 叫做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这四个字啊 是咱们证券法 你看这么多内容 这么一大堆内容 一百页的内容 讲的就是啥呢 其实就是信息公开四个字 上市公司作为上市的主体 代表的影响的是不特定的很多人的利益 咱们经常一个上市公司 几十万个股东 几万个股东 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啊 这么多人利益如何来保护 我们一定要上市公司 该公开的信息 充分的 透明的 及时的予以公开 然后咱们股民可以基于这些公开的信息 去进行自己合理的商业决策 当然你决策对了 就赚钱 决策错了 就赔钱 这些是市场上正常的情况 但是我们必须依据的是正确的信息 上市公司披露出来 正确的 完整的 准确的信息 所以这是证券法的一个核心 就是信息公开 随着大家陆陆续续学习证券法 大家可能会对这一点 有更深刻的理解 好吧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给大家上到这儿 同学们可以 如果没有这个月考 没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离开这个直播间了 如果有问题的同学 然后看看大家去月考 第几题有问题 我这有这个试卷 大家可以问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那